如果是詳細的查經 就應該首先看到經文的內容 講些什麼 然後它裡面有什麼含義 然後背後看到神的因是什麼 然後就形容出來 如果時間不許可你這麼詳細地講的話 你就會簡單把這個經文看得出 神都會照顧麻雀 所以當我未信耶穌 神已經看著我的生命 已經定義祝福我的生命 你就表達出神的恩典和作為 如果是查經 應該看完經文才能分享 神在你未信的時候 已經預備祝福你的婚姻 帶出這個關係 但是我們首先要查經 現在你的情況不是一個查經分享 是一個分享 不過跟經文有關係的分享 我也鼓勵大家 在分享 我們順便操練 我們的表達 有什麼我們可以努力呢 就是聲量 聲音 有 那時候我也講過 有大聲的時候 有細聲的時候 有快 有慢 有速度 還有表情 你的表情 就是一邊笑的 一邊微笑的 讓我們的表情 跟著 就是跟著那個過程 表情 我們的聲音 身體的動作 你的身體 比較墮後 你試一下 身體向前 動作 以前我都解釋過 用腰 從腳 開始 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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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自然一點 不一定要動手 你的身體 這樣動 動作 當你說的時候 神真的照顧我們 你的身體這樣動 就會自然 如果你想要動手 神照顧我 就好像不知 去哪裡 但是 你的心 帶動你的 腳 你的腰 跟著你動的時候 我講的時候 神在我未信耶穌的時候 我講的時候 有輕量的活動 有些是動得多些的 我們看的時候 都要留意 我們的眼神 表情 感情的表達 在《領茶經》的時候 有些人說 我真的不覺得神供應我 那我們可以怎樣去引導他呢 有些人說 我為了避免要面對這個 我就不要問他們 你想不想神供應你 就不要問這個問題 只是告訴他們 神供應你 那就不要這個問題 但是我們要學 因為 某程度是想 那些人面對他實際的想法 聖經講 和人的實際想法是不同的 我們引導一個人 去相信神的供應 是有很多方面的 第一 就是問他 可以問他 以往有沒有試過 神供應你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 你覺得 我們人有這個能力 和聰明智慧 你覺得是哪裡來的呢 是 人自己就會有 或者是神創造的呢 他有太陽與水 這個世界的供應 令到 有各樣的種子 食物 有各樣的工作機會 你覺得是 是神 還是人 有些人說 是人的 或者他的想法 如果 如果不是人 你有太陽 有水 也不會有耕種 那我們去引導他 第一 由他個人經歷 很多人經歷神的幫助 第二 你看到這個世界 的確是 一個 令到 我們能夠耕種 總之你有一塊地 有下雨 你就可以耕種 我們剛去完 宣教回來 他的草 邊 還有一塊地 種了很多種 一塊一塊分開 誰種什麼 誰種什麼 他又 一人拿一塊地 有些種番茄 種什麼瓜 種出來 就是他有一塊地 他就可以生出來 這個 都是神的供應 的一種 神供應 這些各樣的生物 都是他們 在他們的方式 就是 有時候我們說 沙灘有些什麼 好吃 但是你 你掘的時候 很多蟲仔 很多蟹仔 很多魚仔 很多東西 他們是有得吃的 這都是神的供應 的方式 就是引導他 看得到 其實我們人有這個聰明智慧 會想到這麼多人的方法 來賺錢 賺東西吃 都是一種神的供應 也有時候 當我們沒有錢 的時候 神都會為我們開路 這就是引導人 看得到 神的恩怨 還有 你是不是相信 這個世界有神呢 是否相信 聖經的說話是真呢 因為只是知識上 還是真心相信呢 所以我們可以 雖然有時候 有些人說 這位他一會兒 說完一堆負面的事情 那怎麼辦呢 就是你知道 他的負面 你就可以處理了 他不知道 最故隆 你總之 他應該是 來雖然 爺 不代替 各位 好 好